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喜欢吗 对了 放心 我已经叫好了代价 你有看过 《卡萨布兰卡》这部电影吗 是部老片子了吧 没看过 是 在汽车电影院五十年代盛行的时候 这部电影刚好是热播的时候 贝特西金斯那时候和她女朋友 一起看这部电影 然后写了同名歌曲 并且由这首歌向她求婚 所以她的女朋友 才变成了她的妻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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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晚点再看 电影要开始了 不好意思啊 喂 我挺着急的 那边等着回复呢 你抓紧看一下啊 那你等我忙完 我先在外面 再见 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 看电影吧 嗯 不好意思啊 我工作上有事需要处理 嗯 你慢慢看吧 我先走了 不不不 什 什么事啊 我送你啊 哦 不用了 你喝酒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 啊 不是 你很想要 我擅长了 你不想要 香港 你什么事